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 摩羯座并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星座 所以想走进他的心里 除了他对你要感兴趣以外 你还得符合他交朋友的标准 毕竟这个星座是理性远远大于感性的 他们不爱说废话 也不爱去揣测对方有什么样的心思 喜欢有话直说 不想耽误时间 所以走进摩羯座的心里就变得异常的艰难 除了要有点套路之外 你还得看看运气 而且这个运气可能会占80% 毕竟不和他心思的人怎么着都进不了他的身 第一步淡淡的交往 精准的交谈 和摩羯座相处 一开始的交往不能抬身 一定要淡淡的 浅浅的 甚至让他察觉不出来你有什么目的 一定要乃至性子 获得出去时间 不然的话你是无法拿下摩羯座的 跟摩羯座的相处不用太深 谈话也不用太多 只要能够保持一定的联系 哪怕混个脸书都可以 但每次和他聊天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都要精准一点 那就是不说废话 这就需要你制造话题或者寻找话题 找对方感兴趣的点 如果没找到 那你就得去制造一些点 或者从他周围的朋友下手 获取他的信息 从中寻找他的兴趣爱好 然后在见面或者线上聊天的时候 跟他请教一些他擅长的事情 只要你虚心一点 态度诚恳一点 没有摩羯会拒绝回答你问题的 除非他第一眼就烦透你了 第二步 寻找突破浅浇的机会 你们这种淡淡的交往 持续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之后 你就需要往上拔高一个层次了 不能仅仅维持在现状 所以你要寻找突破点 要找到你们能够深入交谈的机会 所以这需要你在之前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积累点经验和材料 而且还得找你们朋友帮忙 哪有什么天生就契合的两个人啊 所有的契合基本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所以你也得制造点这种巧合 比如说在餐厅里遇到了 那就坐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了 比如说在图书馆遇到了 那么就约着一起来上自习 这些机会都是需要你去寻找 或者去创造的 第三步 主动交代自己的内心 在生活上有了交集之后 你们关系的推进就会加速了 随着了解的越深 聊得越多之后 你可以慢慢地把自己的心扉先敞开 主动跟他讲心事 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之后 问他怎么解决才能更好 或者向他请教如何保持平常心 或怎么才能像他这么断定 需要做好哪些心理建设等等等等 跟摩羯相处就是要把他当成老师一样 这会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但他的这种感觉被满足了之后 他也就很容易敞开心扉 真心十一地对你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